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进到下一段 前面的两位专家比较偏学理 我们先越来越生活化 接下来呢 我们请我们俊宇珍徐老师 来跟大家来介绍下一个题目 那么徐老师呢 他是世界自然疗法医师 学会认证的自然疗法的医师 但是呢 他在自然疗法方面 音乐 花金 芳香 有非常多的涉猎 现在呢是天使光 心灵音乐空间的执行长 那待会呢 我们请他从好时好眠好生活 事实上呢 也是睡眠上来的一个自然的处方 我们现在热烈的掌声 欢迎她 好 谢谢大家 我想前面两位专家 讲了很多有关于睡眠相关的各种知识 那到我这边来的话呢 其实我会比较希望大家就是回归到去感觉现在自己的状态 所以我前面讲的东西会很少 不多 然后呢 这些已经进去的东西呢 再稍微整理一下这样 刚才张主任跟李教授的一些内容里面 我大概会整了一些东西 就是谈到了刚才教授跟那个主任都有谈到的所谓的自然的节律 这种东西 那因为我们人体其实有个人体的一个节律 人体其实里面也存在着所谓的地水火风 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对不对 有一些人他一倒下雨他就是很好睡 那有一些人他就是想很多 有一些人他重视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状态真的是没有一定的 那我现在因为也在真美这边有做一个自然疗愈的工作 协助做一些睡眠的引导 还有抒压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进来的呢 我们其实都会让他们先了解一下 他们自己现在内在的环境 大概是怎么样 他的地水火风的组合大概是怎么样 比如说地的部分 像我们平常我们在吃的食物里面 有很多人他会很重视他的食物的干净度 或者是说呢 他在自己在种菜或自己吃等等 也就是说他给他自己在食物上 对自己的干扰其实是比较已经比较少的 甚至他吃的食物的项目也不会很多 因为我们身体不管任何东西吸收进去之后 他都要重新在整理平衡消化吸收利用 然后不需要的要代谢出去 所以这个过程他是不是很顺畅 那有时候你太晚吃 其实身体会受到影响 对不对 比如说晚上到了入夜以后 其实身体他就要休息了 那时候你又在吃东西 所以这个也都会影响到身体里面的能量的流动 那再来我这边谈到的就是水 因为身体75%以上是水 就好像刚才那个教授谈到的 万物都是波动 那我想请问各位 你们都看不到我说话的声音 对不对 那这个声音是如何传到你那边去的 它就是靠这个声音的波动 透过这个空气的传导 然后到你那边去 对不对 这个就是波动 这个就是能量 所以在我 我其实很专注 我很喜欢研究声音的一个能量 那我自己也做了一些音乐 就是说我发现人体呢 现在接收了太多外在的一些声音跟信息 其实都无形当中都在乱了我们内在的秩序 而我们内在有70%以上是水分去记忆住这些波动 然后就在身体里面产生很多很混乱的一个场域 这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好 再来呢 就是刚才主任谈到了什么 就是太阳啊 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说 那现在的大地的食物有很多 说真的 都污染了 对不对 我们现在去买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出去吃饭都觉得说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你们觉得可以吃的比较多 还是不能吃的比较多 现在 不能吃的比较多 对不对 那如果你带着这种恐惧的心念 出去吃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吃这个也担心 吃那个也担心 但是担心的想法在你体内呢 其实会转动一种能量 叫做风的能量 你里面怎么去消化这些食物 是带着你的想法的 你们了解我要说的吗 曾经我有一个朋友 他自己是医师 然后他是肝癌的患者 然后他当他验到 他是肝癌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的食物 必须要非常的纯净 他开始跟家人分食 分食 然后砧板什么什么什么 所有要另外做 于是他吃什么东西 他都很恐惧 果然他真的是很短时间 他就走了 其实我们也很惋惜 因为他是很好的人 我有一个姑姑 他自己是得了子宫颈癌 他是个那种天生比较乐天派 他想说 得到了那医生 我现在该怎么办 处理吧 那就处理吧 处理完之后 他就继续去跳街舞 继续去跳什么舞 土风舞什么的 然后他开早餐店 因为他要生活 他就继续工作 他就一直活到现在 已经快20年了 所以癌症 其实不一定会让人死 而让人死的是 那个背后害怕的东西 那个害怕看得见吗 看不见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心念是最大的一个能量 心念是最大的一个波动 你们平常可能会听到 人家跟你说话 他说的话里面呢 是真的是假的 你听得出来吗 你听得出来吗 有些人可能听不出来 然后又听到好话 都比较高兴 对不对 听到不好听的都不想听 但是当一个人他在奉承你 他在说什么的时候 他终究他会呈现出真相 日久就会见人心 是不是 当一个人他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他的功能以及一个医生 他在看病的时候 他是不是能够真的把这个病患呢 把他的症状安抚下来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 是来自于他背后的这个爱心 他的这个人心人数 就好像说教授跟那个主任 他们一直在想 怎么样去解决人的这个问题 投入了很多很多的心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力 已经在给人一个关怀的时候 其实无形中已经好了很多人了 再加上做出来的这个东西 再把这个爱传出去 其实东西都只是一个载体 那背后是什么呢 就是你心念的声音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看过一部电影叫 第五元素 有没有 第五元素对不对 他最后不是启动那个四大元素 需要一个元素吗 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说什么 我爱你 那当然那里面有很多的意涵 它变成爱情故事 可是呢 最后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没有用爱的心念 你是启动不了你身体的这些运转的 就算你每天吃得很健康 就算你很注意环境 你已经用了各种各种的上好的东西了 可是如果你还是心存恐惧的话 你这些东西对你的帮助 当然还是有 可是它会微乎其微 而且它会很少 好 那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就是疗愈 我一直常常出来都跟大家谈到 疗愈跟治疗是不一样的 疗愈是我们要向内在去探索 我为什么会生病 这个疾病如何而来 而这个疾病的意义是要告诉我 我的生活上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想法上哪里出了问题 我的行为上哪里出了问题 以至于我生病了 而不是我一生病我就去跟医生说 医生我交给你了 反正我有钱 你要多少钱都可以 这样子他的癌症会不会好 不一定 并不是你把你的症状交给别人 别人把你治疗好 这个叫治疗 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事情 因为治疗只是暂时的 我们看过很多人 很多人他都是生病了 他自己不去找答案 可是你就一直看着他到最后 他还是一段一段 不断地在求各种各种的移植 各种各种的方法 所以当不管任何一种很好的方法 他都是协助你度过的一个过程 到最后你都要走上自我疗愈之路 这个自我疗愈是什么呢 就是要回到跟天地同步 你的想法 你的思想的行为 你都要跟天地同步 天黑了 该回家了 其实睡眠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就是日入而席 而日落的时候 你看以前的人怎么做 古时候的人比较少失眠嘛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失眠 已经变成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的人天黑 他就把灯就关了 你看刚才是不是完全符合张子伦说的环境 灯光昏暗 对不对 闻到的是什么味道 外面的青草香 然后走出去 泥土又踩到土地 是不是 现在人的生活环境 我们已经有太多这种科技文明的一个条件之下 让我们完全已经连结了这个东西了 失去了这个连结 然后回到家在吃饭的时候呢 就要配电视 别要配电视 那个还不打紧 如果你只是看的话 你这样看看 看看 你没有想法又还好 有些人家边吃边看电视还要怎样 边骂 边跟着骂 那个怎么可以这样 那个怎么可以这样 龙卷风也跟着人家卷来卷去 所以那个卷卷卷 夜晚之后呢 你所有接进来的这个讯息 你到底有没有好好吃 你没有好好吃 好好安息 你怎么样好好睡 那你有没有好好讲话 有没有好好放松 回到家就是要启动腹胶感了 对不对 天黑以后慢慢慢慢的 你的胶感就要慢慢下 然后副胶感要慢慢起来 可是这段时间 你还是继续的在做 刺激你身体的一些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 我刚刚说的这些现象 你完全没有的举手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大家来听今天的这个演讲 回去马上可以做的一件事 就是先回去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第一件要怎么样 关电视 你有沒有办法做到 可以 我再卡到你去你的家门 你吃饭有配电视吗 比较好吃 还有一个就是在睡前 刚刚有提到睡前仪式 这个很重要 你看我一直强调 家不是房子 你用的百万装潢 有没有办法帮助睡眠 不见得 也许你把房间都漆得很漂亮的颜色 但是你在房间里面布满了电脑 什么什么客宠 然后那个电视波已经干扰你 你没有办法好好睡 也没有办法 好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建议大家 回家以后 把家就当成是好好休息的地方 你看家的这个字 很有趣 家这个就是个屋顶 对不对 底下那个是什么 一只猪 你回到家以后 你需要这么拼命吗 要需要那么拼命吗 不要 其实我们当妈妈的也是一样 孩子回来 你就要能够接受 他把家里面呢 就是当成家 不要一直就是督促自己 也督促别人说 这个怎样 那个怎样 就是太多的 给自己太多的一种压力 然后要碍干净 碍干净到那个头发的一地都不能掉下来 那这个其实无形的压力 就没有办法放松 自己要能够去看一下 这个是让水读宇宙的那个字 然后他所做出来的一个结晶 那这个是一个 你们看过这个吗 有很多人看过演讲 应该都看过这个 它就是一个水的一个实验 然后水的一个 它稍微冷冻过之后 然后去读它的结晶 看看这个水记忆了什么波动 那我要给大家看这个是说 你在房间里面 你让你身体的水读到了什么讯息 你一直走动 你其实你是个移动的矿泉水 这样说是不是 但是你让你的这一瓶水 你读到了什么讯息 我们很快的跳过 这个是读什么 爱跟感谢 这个是让看太阳 所以你就知道说 如果你今天你把你的水 你把你的身体摆在什么环境 它会变怎么样 你看这个是经过大地震的时候 那个水是不是一下被打乱了 那人其实经常会在环境当中呢 会遇到一些很错愕的事情 或者有一些你觉得跟你期待不一样的事情 不管是大打击或者是小打击 其实内在都会有一些波动 只要是不舒服的波动 我相信人都没有办法很平静的那个结晶 但是你想想看 这是另外一个实验 就是说当那个大地震完之后 就有人发起说 五百个人同时用心链 去对那个桌上的同一瓶水 假设我现在说 你们现在全部用意念 来对这一瓶水祝福一下 这瓶水是从大地震的那个河川里面 捞出来的水 刚开始是像左边这个结晶 可是只有经过短短的时间呢 没有想到它的结晶就可以变了 所以你觉得心念重不重要 集体心念更重要 现在大环境电磁波这些 也是人创造出来的嘛 人心要创造什么是很简单的 这个是对我们吃的米饭 说两种不同的话 一种是不断的 它本来是盖着的一个实验 一个是对一个米饭 就每天跟他说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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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就是跟他说 你给我做好一点 你怎么老是做不好 就一直对他有很多的那种要求 或者是辱骂 觉得说你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 就一边的饭你看都黑掉了 被鼓励的饭 它就一样打开来还是很香 那你想想看我们身体 这些细胞这些水 它是腐臭的水 现在还是一个很香的水 你能不能够闻到你身体的气味 有人说老人 有老人收的吧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听了太多负面的东西 都丢不掉 那个东西在身体里面会形成变成浮臭的水 那你想想看会不会生病 那你还能好好睡吗 像你睡在收水桶里面你睡得着吗 当然睡不着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说怎么做 刚才有提到睡前把你挂记的事情先写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来实际上操作一个很简单的事 好不好 很快速的 我们只来练习一下 因为我的时间我希望尽量把它再缩短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演讲 然后呢 刚才张主任有提到说发出个声音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我刚才临时才加进来 想要带你们去实际上操练的 我们来试着 因为这里有这个 所以挡住 我下来好不好 我下来 然后我借一张椅子 这边都没有人坐 因为你们今天的场地不是地板 所以我就带你们做一个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刚才在说 每天 我想各位应该都会有很多 白天想说 但是无法说的话 或者是 我坐在心声没说出来 有吗 难免啦 或者说你累积了很多很多东西 你觉得有压力 可是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那我们现在透过一个很简单的声音练习 让你在睡前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垃圾丢掉好不好 要不要学 要大声一点 不然我会睡着 老师说的要有互动 要不然的话 我那个垫下去都没有垫流回来 我就会没有垫 很简单 你的身体是不是有左右两个屁股 应该跟我一样 你有左半边的身体跟右半边 对不对 你试着就先这样晃 来 放松 越放松越好 就这样晃 让你的身体左右晃 然后呢 你就像那个冷鼻子一样在沉 出個聲音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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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上眼睛不要去管別人 然後你把手放在你的膝蓋上 很放鬆的 其實那個座椅最好是 硬一點比較好 你可以把腳撐開一點 讓你可以坐穩一點 然後就阿拉 你們聲音就這麼小喔 這樣子垃圾 你們就只有一點點垃圾嗎 好放鬆一點喔 然後就這樣子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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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大聲一點來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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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聲一點 阿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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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時間有限喔 不然我怕大家搖一搖就 太爽了 不想停下來 這樣感覺怎麼樣 很釋放對不對 其實如果你 願意盤腿坐在地上 願意在草地上 但是我建議不要坐在太軟的床上 而且這樣做一方面 還可以調整你的左肉邊的身體 還可以平衡你的陰陽能量 另外一個很簡單 當你聲音就是 你就讓它隨便亂發 好 另外呢 我們現在再來練習一個好不好 你可以跟隔壁的人成為一組 很簡單 我們每個練習都做一分鐘 因為時間有限 回去的話呢 你可以找你的老公 或找你的小孩說 來我們來玩一個遊戲 今天我上課學的 很好玩 你就這樣 你看著他的臉 然後呢 你就一直跟他做鬼臉 然後不斷的發出聲音 會不會 會嗎 就像照鏡子一樣 我可以 要不要示範一下 你出來一下 你做第一個嘛 沒關係 來美女來 好 怎麼玩呢 這個就是在丟聲音 我們在清垃圾 你們知道什麼叫清垃圾吧 知道 如果你以後想要變成香香的美少女的話 你們就每個人都可以這麼做 來不斷的把你的垃圾 都化為無形的東西 因為那些東西其實也沒有意義 我們經常背了一背 都背了四五十年的垃圾 這垃圾太多了啦 我們就每天給他丟一點 就這樣 會嗎 會嗎 你看我都沒有形象 你們還要什麼形象 我在這裡還有攝影機 我都沒有形象 你們還要形象嗎 來 我們跟隔壁的 兩兩一組 兩兩一組 然後要發出聲音 你去試試看 當然也沒有 好謝謝 好 謝謝 好 你們願意試試看的話嗎 好沒有關係 我們來練習十秒鐘就好了 十秒鐘 好來 兩兩組相對 我說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做 十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停 停 小孩子有沒有失眠的問題 我跟你說 大人就是想太多 很有形象 睡覺還要化妝 搞不好 因為那個眼睫毛 因為那個眼睫毛啊什麼的都清不掉嘛對不對 所以睡覺還要有那個假睫毛 因為睡半夜老公會看到 所以半夜也要化妝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之後忽略了什麼 忽略了沒時間睡 因為我們要求的東西太多了 所以晚上的時間不能睡 因為我工作沒做完 其實工作是一個有秩序的事情 這幾個 真的是我這一生當中的心得 盲這個字你看 我覺得中國字真的很有趣 盲就是心思了 可是你知道心的振動 我們腦子很會計畫對不對 腦子的力量強不強 你覺得腦波力量強不強 強 可是心的振動是腦的一萬五萬倍 五萬倍 所以一個人他感覺好 你會用腦子去選老公 還是用心去選老公 你看講話很小聲對不對 因為明明喜歡這個 可是這個開賓式 這個騎機車 我還是選這個好了 因為以後可以吃牛排 這是腦子選的 所以心的感覺是腦的五萬倍 所以你的心的感覺好不好 會決定你的健康 絕對會決定你的健康 可是我們現在的心呢 都沒有作用了 我們不想感覺 因為我感覺的話 我就覺得很受傷 什麼都很受傷 所有的人都在傷害我 於是我就覺得我很不快樂 我要必須要更壯大我自己 讓別人看得起 以至於這樣子呢 我們就開始盲目了 你看眼睛就開始也亡了 眼睛也開始不關我喜不喜歡 我全部都要抓 到最後呢 茫然了 因為你已經不知道你的人生要什麼了 所以剛剛談到 其實失眠到最後要有一個很高的人生目的是 你要去看清楚你這一生當中的經驗裡面 其實我們在我們的角色上 如果已經盡力了 當天你怎麼知道他不是最後一天 地震來的時候你會知道嗎 那還有什麼放不下 對不對 沒有什麼放不下 所以回到最後面一個練習就是 安息休息 那個聖經 裡面不是在講說上帝造物就花了七天嗎 但是他只有做六天對不對 你們不是基督徒 所以沒有看過聖經 我也沒有看過聖經 可是聖經的影片我看過 這七天為什麼要休息 因為他造好了之後 他要吹一口氣讓他們自己去動 他必須要有一個留白的時間 所以那一天叫安息日 安息日 在基督徒裡面 他們安息日是什麼事都不要工作 他們是不要工作的 安息並不是說在那邊就死了不是 而是回到自己的心 那天就是要你好好的去關照你的心 所以你六天很忙好了 至少你要留一天來關照你的心 你一天24小時你醒著 可能是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16個小時好了 那你至少要留下多少比例 七分之一的比例 你能夠靜下來留給自己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節律 因為你身體如果全部全部都要塞得滿滿的 我問你們 如果你聽一首歌 從頭到尾都沒有休止符 會好聽嗎 會好聽嗎 不會好聽 你買一棟房子 你把它全部都塞滿了 會很好看嗎 不好看 百萬裝潢 被你變成一個垃圾 垃圾箱一樣 會好看嗎 不會 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要有所選擇 所以身心靈的一個自然的平衡 它到最後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狀態 它一點都不複雜 我們來做一個睡前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因為其實在你睡覺的時候 你睡跟不睡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你睡著以後你會覺得你好像失去意識 對不對 你好像你不能夠去控制你要起床幹嘛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其實有一個說法說 當一個人他不敢睡覺 是因為他很害怕死亡 他很害怕他這一睡著就不能控制自己了 所以他有很多掛心的事放不下的事 於是他就不能好好的入睡 這是一個說法 我們就保留一下 但是也可以參考它裡面要表達的東西 但是呼跟吸呢 這個事情 它只要我們活著的一個時間點 只要你活著的一分鐘 你就是用呼吸來決定你是不是還活著 所以到最後呢 你在睡覺的 就是失去意識的那個片刻 那個時間點 那一瞬間 你可能不知道什麼時候發生對不對 可是那個一瞬間呢 會決定你睡覺這個八個小時的品質 如果你睡覺前的那一瞬間 你想的是你的老婆剛好都是接到的 都是一些雜訊 或者是一些 剛剛說的那些錯亂的一些訊號 你可能整個晚上的睡眠就會很不安寧 所以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工具 就是透過我們的呼吸 剛剛不是說有一個叫副交感 啟動副交感的呼吸法嗎 那我們一起來練習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做這個也很簡單 我們先等一下坐正 我們把身體稍微坐正 因為你要讓氣跟身體有很好的流動 要不你就是平躺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不能躺下來嘛 有沒有人想躺下來的 這裡可以躺兩個 中間還可以躺一個 我們就先坐著好了 其實你如果等一下睡著也沒有關係 睡著也沒有關係 你就放鬆你的身體 但是把身體稍微坐正 因為這樣你的脊椎才不會有壓力 才不會有壓力 然後在吸氣之前先吐氣 把這個氣吐進 全部都把它吐進了之後 用鼻子吸鼻子吐 我們不用再寫字了 然後我們把它放下來 這個不需要記 你用你的身體的記憶去做就可以了 我們來一點音樂 我們先閉上眼睛 然後先深深的把氣全部吐進之後 然後慢慢的 再把氣吸回來 然後再把氣吐進 完全的吐進 然後再把氣吸回來 好 每一次的呼吸 都在 你的意識當中 帶領 我們在吐氣的時候 試著 去數到八 然後吸氣的時候 我們數到四 用你的意識 去帶領你的呼吸的頻率 然後慢慢的去啟動 你的腹腳感神經 好 現在我們再把一個練習加進來 當你在吸氣的時候 觀想太陽的光 從頭頂 沿著脊椎 進入到你的身體 讓你的全身 都感覺到溫暖跟舒適 在吐氣的時候 讓它從腳底排出 把身體這一天的疲累 跟所有的壓力 以及你身體裡面的負擔 全部都交給大地的母親 交給地球 當作肥料 每一次的吸氣 都從太陽光 給予我們更多的溫暖 讓我們全身 讓我們全身 都感覺到溫暖跟舒適 每一次的吐氣 也都把這一天的疲憊 壓力 讓它從腳底 釋放出去 沒有什麼事情 需要急急忙忙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 都是一個最好的劇本 跟安排 每一個生命 都有自己的歷程 我們去感受 自己的一呼一吸 去感謝自己身體的陪伴 帶著感恩的心 去看待自己的身體 感恩太陽跟大地 感謝身體 從出生到現在 無私的陪伴 我們清理我們最愛的身體 同時 也讓我們的身體 回到天地人合一的狀態 繼續保持你的呼吸 呼吸 來 situations gua 一批 吉利 贊 咕 proces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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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稍微稍動一動你的手 你的腳 肩膀 頭 動一動你的身體 對 稍微放鬆一下 然後呢 慢慢地張開眼睛 回到這個空間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剛才這種音樂 是不是會讓你很容易地 就 都哭 剛才進來已經有人在都哭了 我要趁你們在打呼之前趕快叫起來 好 你們晚上回到家 你們家裡面播放的聲音 都是些什麼聲音 家裡面可以聽得到的聲音 各種 對不對 是不是各種 曾經有人說 如果你想要治療失眠 你可以先試著把家裡的電視機送給別人 因為電視機進來的訊息裡面 大多數是讓你感覺到像這樣這麼放鬆的 還是讓你看了以後會緊張的 大多數是緊張的 坦白說 你現在回去你可以好好的去看一下電視節目 他們並沒有幫助你入睡的好處 如果剛才還在講到看電視看到睡著 那個是因為我們身體已經有太多混亂的一些秩序了 所以我們就要聽一些混亂的東西 以至於讓我們身體感覺到有伴 但是這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 因為它會讓你的身體覺得很有伴 反正大家一起亂 大家一起亂 是這樣子嗎 不是 就很像說有一些人 他們一直在很多的抱怨覺得自己很痛苦 然後一直在找抱怨的時候 遇到有人說對 我跟你一樣 他就覺得說有安慰了 但是這是一個真正療癒到最後的一個方法嗎 不是 所以建議大家其實同理當然很重要 我們接受同伴當然很重要 但是接納自己可以去經歷這一些 但是不要停太久 不要停太久 知道了 看到了其實就可以放掉了 這樣子你的病痛也是一樣 曾經當我們身體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狀 包括不能睡 我們就會很抗拒這個現象 我們就會想說 我怎麼會這樣失眠呢 我醫師我就把自己貼上一個失眠的標籤 我就覺得說我就是一個失眠的患者 所以我一直要去求助 一直要去求診求診 其實失眠也就像是一個 你需要你接納的一個現象 一個症狀而已 那我們試著去接納說 OK 我現在就是沒有辦法睡 那我先給自己一個環境 我就開始呼吸 我睡不著沒有關係 但是我只要呼吸 靜心 現在感覺是不是精神很好 你看你才坐五分鐘 你才靜坐五分鐘 所以如果睡不著的時候 我就像剛剛說的不妨起來怎樣 打坐 或者說躺在床上也沒有關係 睡不著沒有關係 剛才那個儀式記住了沒有 吸氣 吐氣 然後就找一些類似像這樣的音樂 這時候不要放搖滾樂 你就這樣吸氣 吐氣 讓身體的這個頻率放慢的時候 你的腦波慢慢的就會降下來 慢慢的降下來 我們對身體也不要急 千萬不要一直很急 跟身體說 我今天吃了安眠藥 我馬上就要好睡 任何仙丹都沒有辦法幫助你 一天就變好睡 如果有的話就是打你打昏 這個最快 對不對 可能一睡就不會再起來了 更好 更快 但是這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沒有塑效 尤其是在治療睡眠的這個處方上面 不管是改變外在的環境 或是內在的環境 我們都要對自己有一點耐心 也要對這件事有一點信心 其實簡單 方法很簡單 就是回到呼吸 然後把環境 我們可以去做的方法 我們就接受一些新的可能性 但是不要急躁 千萬不要急 趕快我就要馬上怎麼樣 如果你一直急的話 那真的是 你只有一個情況 就是藥物越來越重而已 那沒有幫助 也不是今天想要談的一個主題 睡前儀式 幫助你好好的進入睡眠 幫助你回到身心的平衡 然後也就是說不管你有沒有睡著 至少這個休息對於你起來之後 重新回到你的生命的每一天的時候 你是很有活力的去進行你每一天的工作的 這個才是我們睡眠的意義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帶大家做了這個兩個練習 回去記住了沒有 可以可以做 回去會想要做的舉手 會馬上做的舉手 一定會做的舉手 好 謝謝大家 那我把這個時間就交給下一位 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的內容太豐富了 知道很重要做到更重要